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 在武警总医院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我国扶贫救星公益活动的主要推动者 几年来他的身影出现在了新疆西藏等28个边缘贫困地区 他在手术台上做了上千例先天性心脏病手术 把一个个先兴患者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而他自己却倒在了手术台下 他就是优秀共产党员王岐 今天对于住在山澳中的哥老族男孩张贵森一家人来说 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日子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小贵森将要去北京 接受一台及以他新生的手术 张贵森两岁的时候被发现患有先天性心事间隔缺损 而父亲身体残疾没有劳动能力 绝望的母亲离家出走 爷爷奶奶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四处求医上 结果却是小贵森的病情越来越重 全家人只能用着头皮苦苦支撑 一个偶然来的机会 张贵森的姑姑走往上联系到了王岐 说明了病情和家中的困难 那也是缘分 那么多大夫 我都没有想到去留言 就偏偏给王岐大夫留言 留言呢 没想到王岐大夫这个人太好了 我都没有抱希望 只是抱试一试的那个心态 没有想到王岐大夫会给我回复 但是 王岐告诉他 不用担心费用的事 他一定会给小贵森一个全新的生活 并且约定 过了年就给孩子做手术 经过四十个小时的颠簸 满怀希望的爷孙俩到达了医院后 却收到了一个噩耗 跟他们约定好的主导医生王岐 因长期超负荷工作劳累过度 在连续五天强求患者后 突发闹出血 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爷孙俩一时间肚之所措 然而 新外科的每一位医护人员 却在积极地准备着这台手术 我们是完成王伦的承诺 让王伦的爱心传递下去 作为一名武警部队的医务工作者 一名心血管外科的专家 王岐除了在武警总医院 为前来救诊的官兵和地方群众医之外 还常常外出去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寻诊 而在一次次的寻诊过程中 他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 并因此成就了一项全国性的公益活动 这个就是我们王岐主任 一顺天所用的办公室 反正并不是很大 我略想举促一些 这个本子是一个记录本 就是我们和洪惠多年合作以来 这个登记的一些救助的患儿的 有详细的情况 我国每年新增像张贵森一样的先心病患儿 有15万人左右 青海 西藏 新疆 贵州 这些高海拔缺氧地区 儿童先心病率 又是低海拔地区的23倍 由于治疗复杂 费用高啊 贫困家庭无力承担 有近三分之一的患儿 得不到有效救治 有的孩子甚至不到20岁 就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我们在高原地区寻诊的时候呢 发现当地有些孩子呢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这些孩子的家长 还有一些群众 包括基层的一些医务工作者呢 有的认为他们是一种不治之症 这样把一个可以治疗的疾病给耽误了 那么群诊回来以后 王岐就早午商量 我们和洪会取得了联系 就有了我们现在这个扶贫救星活动 2005年7月 胡锦总医院与中国洪师副总会 联合在人民大会堂 启动扶贫救星活动 王岐作为扶贫救星 社会公益活动的主要推动者 率领团队 附内蒙古 新疆 青海 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 和河北山西等28个贫困地区 开展先心病筛查与疫诊 来自山西近中贫困山区的15岁女孩 魏阳从小患有马凡式综合症 属于先心病中最难治愈的一种 2007年开始 爸爸带着她四处求医 却处处遭聚 还早早地被诊断为 活不过15岁 我妈的情绪去 带着我和我女儿去采赏这个一种采赏 没有就是这么 哎 你个老农民你来老 我就看不起你来 没有这个感情 不管你是老农民 我一来这个就是写真理想 2007年8月 王岐主任亲自为小魏阳做了手术 并且减免了大半的医疗费用 半个月后小魏阳康复出院 一年后 她的绘画作品参加全国青少年儿童书画大赛 还获得了一等奖 老叔叔 谢谢你让我 从一个特殊的孩子变成真好的样子 谢谢你救了我 在王岐的倡道下 2011年 医院再次与中华策战总会 共同发起为了我们的孩子 以签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 先天性心脏病儿童免费救助行动 首次将来自新疆西藏等地区的孩子 统一接到北京 由医院集中进行手术 这两个先造一个后造一个 她是刚才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意思就是这两个孩子都是她的孩子 不要同时做 同时她照顾不了 然后先做一个后做 让你安排上插开 对对对 这你们能不能解决吗 没问题 其实两个一块做她也要照顾了 我们护士会24小时照顾 我在监护室 没问题 扶贫救星活动开展八年来 王岐及其团队 对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地区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 2026名儿童进行了救治 在这个活动的发起的过程中 王岐主任是非常积极地倡导者和实践者 为挽救救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儿童的 些亲密患者 做了非常多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 然而 这位医治了千万患者心脏的好医生 自己的心脏却停止了跳动 追悼会上 那些因王岐的博大爱心和精湛医术 获得心生的患者和孩子们 此法地从祖国各地赶来 送恩人最后一程 依族生的ær族 奉仇 优优独播剧场。 王岐用爱心点燃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希望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扶贫救心的神圣使命 他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却被称为恩人 他为先兴患者做了上千台手术 自己却倒在了手术台下 一台未完成的手术中国武警稍后继续播出 2014年4月30号上午8点 张桂森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台迟来的手术开始了 心血管外科手术是开放式手术 需要将心脏通过体循环技术停跳 停跳时间内必须将修补搭桥患膜等速式完成 对医生要求桥稳准轻快 心脏停跳时间越短越利于术后的恢复 所以心血管外科手术是风险最高 难度最大的手术之一 一天 心脉科来了一个特殊的患者 一个出生不到两个月 体重肚足三公斤的孩子 所以我心里也一直打鼓 这么小的孩子 我们适合做吗 因为科室刚开科才一年时间 如果这孩子做好了 那可能对我们科是个鼓舞 如果做不好了 那可能对我们这一个新开新建的这个科室 可能是个沉重打击 然而王岐主任却没有任何的犹豫 毅然决然地收下了这位小患者 很快这台无论让同事还是患者 都有些担心的手术 在王岐的坚持下开始了 以前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 心脏就跟核桃一样大小 主任做的手术也非常精细 一针一线缝得非常非常仔细 手术在人们的坠坠不安中 过了三个小时 意想不到的情况突然出现 开放突然前 心脏得到共学以后要浮跳 在几秒钟十几秒钟之间 就逐渐能够跳起来 但是过了三十秒一分钟 这孩子心脏还没有跳 我们有点不知所措 他还都一 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主任 这种情况让原本就有些 探测观的一些医生们 紧张的心一下子又悬了起来 我心里就感觉这似乎是 听上电影的那种那种秒短 对他对他对他在那么小 但是主任非常震惊 他认为手术没有问题 王岐凭借他丰富的经验 和冷静的判断 指挥着手术的每一个环节 所以他就让麻雀大夫调整 喜欢红药 让体外喜欢调整温度 调整流量 就过了几分 新大作 跳了 跳了一下 现在看得比较慢 他今天就做出正常 送了一口气 心脉科成立十年来 王岐和他的团队 从零起步一路走来 完成了复杂先心病 半膜置患 心脏搭桥等手术 低体零 低体重 复杂心脏进行角质术 和高龄重症心脏手术 不断取得突破 两千多例患为重症患者 术后全部康复突然 王岐常说 手术室里只有直播 没有彩排 心脉科的医生 要用比头发丝还系的针线 在拳头大小的心脏上 做精巧的雕花手术 手术精细程度 精确在毫无理之间 为了能娴熟运用 持针器操作 我这肉眼都看不清楚的小针 王岐利用办公室抽屉 模拟胸腔 用纱布模拟心脏 只要有空闲时间 就把手伸进抽屉 做针线画 就看王岐主人做手术 就像他在做一个艺术品一样 就像一个标课师 在标课一项作品一样 他很美 张贵森的手术历史四个小时 成功完成 也完成了王岐 跟这个贵州哥老族男孩的约定 王岐常说 我每天面对的患者中 有嗷嗷待步的孩子 有年于骨系的老人 有身家过亿的老板 也有贫困如洗的穷人 尽管他们情况差异巨大 只要他们选择了我 就是把生命交给了我 我就要尽心尽力 为他们服务 这就是责任 一句责任 并不仅仅是一名医生 对患者的救治之责 更多体现的是一名医者的 人心大爱 对待病人 王岐除了用自己精湛的医术 为他们去除病痛 还想方设法 替他们减轻经济压力 凭借自己高超的手术记忆 普通的一根手术线 王岐甚至能结成两段用 而省下来的钱 对于一些贫困家庭来说 就可能多了一天的生活费 为了让更多的贫困家庭患者 能够看上病 王岐用自己的国家人才津贴 和全部稿费 成立了救助基金 并且发动科室的医护人员 捐款捐物 对此 既是患者亲属 自己又是患者的徐道文 激动不已 我就是想跟他说一声 王主任 谢谢你给我的一个完整的家庭 要是没有他的话 不可能有我们父子 今天在这儿 徐道文说这番话是有原因的 2010年9月 来自江苏宿迁的徐道文 带着六个月大患有先心病的儿子 来到武警总医院 找到了王岐 查房的时候主任看了 那孩子一回头看到他在哪 有点喘 脸色有点 嘴唇有点紫 主任说 你是家长 你是孩子的爸爸是吧 他说是 那个 我看你脸色不好 你应该也查一查 他说我没病 没事 徐道文知道自己的病 但是救孩子的钱 都是他东拼西凑借来的 当时我的病情也要十兆万吧 王主任 当时我来的时候 身上就带着两万块钱 在主任带两下监制下 但亲自带他去做了一个查题 最后发现 他是一个半膜病 而且是主动的半膜 比他的儿子病更重 面对病床上的孩子 面对纠结的父亲 王齐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主任说 你钱的问题 你不要考虑 我们肯定先把你儿子 这病治好了 等你儿子好了 我们再给您治 半年后 王齐主任为徐道文进行了手术 整理了这个 被病魔折磨了多年的家庭 我的生命就是他给的 我的医疗费 全部都是他帮我 好痛 王齐就是这样 每天都在关心着不同的患者 却从未在意自己的身体情况 王齐主任患有高血压 关节炎等多种疾病 但当他出现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 他在平时也经常会咳嗽 但在手术时我才从来没有听到他咳嗽 我不知道他是因为有力控制呢 还是精神高度集中 那么忘记的咳嗽 手术结束以后 主任的腰实在是往不下 腿也执着不了 每次都是我们辅导的 辅导下来 他觉得我让这个孩子重新上学了 我又让这个家庭幸福了 他就很有成就感 他又很幸福 他再累 他自己也说 我就值 再累我也值 我说你是在用自己的寿命 来救别人的生命 王岐同志是新时期 我们武警总医院 广大医护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 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我们要学习他忠诚实名 现身事业的这种精神 要学习他关爱患者 诚信行医的这个职业道德 为更多的患者服务好 治好兵 为武警部队的卫生事业 贡献我们的力量 王岐走了 离开了他挚爱的手术台 王岐走了 离开了他牵挂的患者 和那些先心病的孩子们 2014年5月8日 哥老族男孩张贵森 在与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 快速痊愈 张贵森出院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尽力尽自己 这个从未谋命的恩人 你不仅救我 还改变了我的志向 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非常地感谢你 谢谢 我的志愿是想成为一名 向我把他一样的医生 去拯救更多的 向我一样的孩子 王岐没有走 他的爱心并没有停止跳动 王岐没有走 他的精神将随着 扶贫救心的脚步 传递到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王岐用49年零两个月的生命 书写了一句大爱之歌 王岐用自己的一生 倾诉了对党的无限忠诚 再过两天 就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3周年的日子 我们追忆王岐 追忆一名共产党员 我们记住王岐 记住一个共产党员略过的身影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咱们喜欢 天下节目下场 携钱万贩 深夜潜藏 先年了 受理率大乡 而且有资感 不斑再逃 想什么样的动静 我就想联合之后 建议 日是在天了之前 才去抓捕心 明天的抓捕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